有些犯罪的人為了逃避責任 會選擇畏罪、潛逃 當他窮途末路,轉到牛角尖 就可能畏罪自殺 罪痛未必是死亡那一刻 而是犯罪、潛逃,直到死亡時 屈藏在心裡那種內疚和自責 小燕 migration, lifetime,大聲 Clinical moon 吃完蛋嗎? 吃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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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屋後路斬前女友,然後潛逃 繼而撞身路海的事 好,隔了整個星期 我們再簡略重溫一下案發過程 沒錯,不如我們看看 這是當時嚴重傷害他人身體的 司徒均昂 而她和阿玲,也就是她的前女友 相識於中學的時候 也就是鬥牙夢 初一、二的時候已經是認識 但到了中學畢業的時候 因為各自都有大家的發展 到了2007年初,阿玲主動跟司徒分手 但司徒完全無法接受這件事 不停滋擾她 甚至有一次假以自殺的名義 騙阿玲上去她家 將她兩度強姦 還拍攝了阿玲的裸照 而勒索她 叫她現在的男朋友給她10萬元 不然就將裸照放上網 所以阿玲無考慮,即時報警 所以她亦因為這件事被拘捕到警局 但當時法庭被她保釋 正正是她上庭 之前的一個星期 她決定以遊繩的方式 進入阿玲的家 希望跟她做過了斷 結果阿玲則撿命 但警方發現兇手 是逃之妖,不知去了哪裡 後來過了一段時間 已經十多天了 就在東龍島找到司徒君王的屍體 無論如何,司徒君王 已經在東龍島潛床 已經超過了10天了 是 生世這麼嚴峻 一個人的孤寬寧丁 怎麼捱那麼久 很冷天的晚上 還要假日才有人來 平日的日子怎麼過 怎麼有這麼多物資 這件事要問問資深教練 Colme Sir 其實在荒島,野外求生 有甚麼必要的裝備 實在她已經受過訓練 當時我們有殘存的訓練 當我們盪失了路會怎樣 我們在快艇載她出去 甚麼都沒有 就這樣丟在沙灘 不過跟人在一起 就丟在那裡捱一晚 那晚就看她怎樣捱得到 避免了一些人 盪失了路,經常報案 所以這是特別的殘存 其實這個意志的訓練也很重要 完全對,是意志的訓練 但說這麼說,沙灘也算好 安全 你的心拍手知道是訓練 你看看真實的環境… 你真是懸崖超壁 看到上面的一顆米 就是搜索隊的隊員 然後有人游繩下去 她藏身的地點還未到 Colme Sir,是否知道 我們看到她藏身的地點 就是尖石的位置 而這裡有些草堆等枯枝 所以相信她當時在這裡生火取暖 而其實在對面 也會看到這個位置挺清晰的 但Colme Sir是否指 在這個尖石後面 就可以讓她躲藏一點 其實也是無遮無掩 對 不能擋,對吧 你想想這10天 風吹雨打 日曬雨淋 落碎石下來 也很容易會受傷 而這個位置,我們看到搜索隊上 相信在那裡找到她的背囊 繼而找到她的身分證 身分證 等等一些隨身物品 而且她需要在這個位置 放油繩爬下來 才能去到這個洞穴 一個位置 對,就是平台一點的位置 這個位置 現在我們看到警員在這個位置 是你們平時訓練的 其實是一個固定的位置 這裡不會訓練,因為這裡太危險 真的很危險 不會彈在這裡訓練 太危險嗎 但你曾經以身犯險 你拍攝了一段影片 完全是這個位置,我們先看看 我又不同 看看 就是這個位置 你還是用一個很高速的放油繩 好,現在你下腳亭這個地方 是否就是司徒座 我看到有尖石 藏身的地方 對,我下了一點點 這裡還要前一點 還要下一點點 那裡大約有兩米 尖石 有尖石,剛好遮蓋了一點 我想知道這裡其實我們用木策 它大約寬,也有差不多米多 有… 可以睡覺的人 但其實不是一個寬敞的地方 對 算是可以睡覺的人 如果是斜還是平 窩了下去,它不會掉出來 是 窩了後面一點點 但Komi,你由司徒軍囊 這件事發生時 你沒看見他多久 再對上前 我教完他之後,我沒看過他 有幾年嗎?三、四年嗎 2007年至今已經11年了 11年了… 我完全沒見過他 不是,我說他在出事前 多少年沒見過他 我是不認識他 教完一陣子也沒見過 很多年… 對 但我想說,當時你判斷他的技術 我不知道他之後有接受甚麼訓練 你覺得他可以做到這件事 是否你也有點奇怪 可以的 如果個人…尤其是年輕 據我所知,他要建築業 對於高爾也不害怕 而且當時的環境,人的心態 就是甚麼都不害怕 明白 因為求生,對吧 他自己要這樣做 一定甚麼都不害怕 剛才Komi Sir說 這個不會用來訓練 因為地理環境太危險了 也不用問了 你也沒有帶過學員 沒有帶過司徒過去 不如我們有另一張照片 看司徒當時去床身的近照 對 就是這個位置 現在我們看到警員在床身的位置 其實一大堆亂石 我們看到他有一些膚枝 他在檢視 其實懷疑他是生過火,用來取暖 因為當時已經11月 而且東龍島真的很大風 無遮無掩 真的很難想知道他這10天是怎樣過 我幻想如果他真的要自殺 其實他有很多選擇 可能試試找樓跳來都可以 為何他要來這裡 究竟他真的想自殺 還是他想先潛床 先潛床 冷靜一下,想想下一步怎樣做 還是怎樣 還是在某一段時間後 他就要去撞身大海 其實我們到現在 好像也不太了解他的心態 我想至少那一刻他一定不想死 如果我真的想死的話 就不需要做那麼多事 但可能是那10天 在這裡自己一個人看著海 我想你的思維上、心態上 已經會改變很多 因為我剛才聽了康偉Sir說 是否你一個人在這些地方 住了超過一星期 經常看著海的時候 你也會開始有一點… 精神上也會有一點接受不了 可能他聽我說過 即是我教他的時候 聽我說過看過東龍島 可能給他看過這些照片 所以他進路後 就打算回到那裡 重做一次 但在那裡十天真的很辛苦 第一,他在那裡不能動 只能不能動 還有一段時間看著海 最初人是殘存時 最初人會有害怕 最初人會有害怕 風吹吹吹吹吹 有人來找他,會這樣 然後過後一點 人會互相自殺 想死去船上 尤其是有人孤獨時 在高位的時候 往往有這種狐屍亂想 當年我拍攝電影 坐過郵輪在太平洋中心 逗留了超過12天 我每天都吐,每天都暈倒 我有一天看著海 在甲板頂著十多層樓高 你現在下去,你不用辛苦 是會這樣想的 我一輩子第一次… 我希望是唯一一次 有自小的念就就是那次 幸好很煩 然後他就說別傻了 吐過去,然後就沒有做 不然你一旦很脆弱時 你會走到這一步 還有自身的大自然 有時你會希望跟他融合 即是說我現在是… 他壓制了融合 對… 根本大自然用多秒少 會引你下去… 其實… 他會引你下去 這樣改會引你下去 真的會引你下去… 對 其實當時警方在他的包包 找到有喝過的水 還有朱古力、蛋糕 還有牙刷 其實如果一個求死的人 他還會顧著要刷牙嗎 其實他在那段時間 他在甚麼心理狀態 是否仍然有一種求生 他的意志也挺強 我聽起來很奇怪 為何會有懷策 因為我們跟他做殘存的時候 甚麼都不可以就這樣扔掉 可能這件事他很重要 但其實這些是肉正如的物資 有消物、有水 即是如果理論上省得三、四天 可以嗎 超過三、四天 七天都可以嗎 都可以 這麼多東西 但究竟他是否一次帶齊 那麼多人的物資 還是中途再補給 亦會否替這個不得而知 這個人真的很特別 因為很多人,例如懲殺案 他斬人 例如台灣有個男生 他趁女朋友去買早餐 在街上斬他十多刀 斬完之後他怎樣 他拿一把刀、刀背,砍自己的手 他想自殺 但他用刀背砍自己 他也會親自己 對,到那一刻還要自保、求生的意念 但他怎樣 他去到東龍島時想怎樣 我們有一張照片看到 在這裡發現了他的身體背包 你直看上去 原來看不到他的床身的位置 對,因為斜得那麼厲害 就像直垂 所以你別說我要爬 我走到這個位置 我看上去… 你怎麼走得那麼遠 我看上去已經很害怕 我們也想著把頭伸出去看 看清楚才下跌 是嗎 我們想著自己把頭伸出去看 放在這裡看 即是你猜不到他會在那裡躲起來 不過有很多事情更加猜不到 之前有一個行山人士 發現到他爸爸去找兒子 於是豪安 然後原來施首被發現 之前有一段時間 有人在東龍島上 意外地拍到他的最後遺照 稍後回來再看看 我自己也試過 在夜晚時看著海 對著你一邊想 那些狼爬上來,然後就印上去 每次都是死亡之女 他脫了一雙鞋子 就像一個儀式一樣 我沒聽過人脫衣服還沒跳樓 生吃到有意外 警方也會找我寫一個死因調查 但你說有否看驗屍 這次的一種就沒有驗屍 偏偏有一位岑先生 在他床身的地點意外 把司徒納入鏡頭 當他聽到快門拍照的聲音時 他的反應就開始很大 對著我,我看見他 他在東龍島位置偏僻 但逢是假日也吸引到很多遊人 行山愛好者去遠足 但偏偏有一位岑先生 喜歡行山 意外地拍到風景相片 把司徒納入鏡頭 當時他的印象很深刻 因為司徒正正處於… 就是剛才我們看到最尖銷的位置 岑先生在後面拍攝他 但他本來司徒很安靜 自己坐在那裡 有跟任何人聊天 但當他聽到快門拍照的聲音時 他的反應就開始很大 而且開始很閃縮 其實之後岑先生 他也會覺得很難過 因為他在司徒後面 是15分鐘那麼久 可能看風景、跟女朋友聊天 欣賞一下環境 他想想如果當時他知道他原來是司徒 警方正在追捕的人 原來他有這麼大的自射傾向的話 如果當時他真的走過去跟他聊天 會否可以改寫這件事 沒有如果 我看到司徒有一張 其實他蒙了臉 他也蒙了臉 他蒙了臉 可能有一張是背影 只拍到他一點 然後拉到大海的風景 很壯觀的風景 然後有一張懷疑 聽到快門聲他轉頭 看見半個樣子 然後有一點點不滿的眼神 這個就拍得比較清楚 也是看到是司徒本人 對,所以聽到有人拍照 他已經是第一時間離開 不會再在那個地方逗留 究竟他最後的死因是甚麼 我們之前也有研究過 如果真的想尋死 就是… 在那個地方 對,但他會否對這件事 在東龍島最後了結 用這種方式了結自己的余生 是他選擇的一種意義 有些人是他一種意義的 既然也不能回頭 不如以一種最壯觀 最轟烈的方式去了結自己 會否在那10天他就想這件事 那10天他也收不到任何消息 即使你有手機 當時你甚麼訊息都收不到 是否也收不到 因為有一個陰謀論 會否有人供應物資 是 甚至是會否親人 不,收不到訊息的意思是 他傷害了前女友 他這麼重手,你以為他死定了 那位女友也不馬上知道 他有否生命危險 他一直在自責 或背負這種罪惡 但如果有人告訴他 其實你的女朋友沒有死 還在生存 那他會否想著不要死 這件事… 即使你是傷人 你嚴重傷人,不用坐終身 但當然他有否那麼理智 就不知道 剛才你這個假設 是 換句話,10天內 我們在等確定的消息 或者自己思考的過程 這正是揭露 阿久美老師剛才說 一個孤島、獨處的訓練 人也很難跟大自然敵對 你會有很多事情令人胡思亂想 是嗎 對,我自己也試過 剛才沒睡覺,睡午餐 雖然很餓 但越過得久,越晚越看著海 對著你,一邊想起所有事情 又不知道自己在做甚麼 像你剛才所說的 尤其是看著海 尤其是有很大的引誘 浪爬上來,他會引誘下去 那可能完全有機會自殺 有自殺就有機會了 那我基本上是半無意識地自殺 也不是完全是你自己的意志主宰 我走出去,跳出去就算了 但如果真的意外 又有人有忌諱 當時被人發現他沒有穿衣服 會否意外掉進海 然後海浪太大,衝走衣服 我曾經做過,真的有 真的會嗎 海熱嗎 可以衝掉褲子 尤其是褲子怎樣做 因為我不知道要穿衣服 但你又這樣說 如果真的沒有衣服,這樣下去 很明顯有一個充分自殺的理由 但在床身的地點 有一張露營用的縣子石也會用 因為始終焚石頭很硬 縣子也有一大堂血跡殘留在這裡 究竟那種血跡曾經有自殘 還是像康偉所說 因為那個位置是無遮無掩 不時也會有碎石打下來 大大小小,會否因為這樣 打穿了頭或身體其他部分 可能會暈倒,再滾下去 有可能性在那裡嗎 兩可能都有機會 因為那裡的石垂落得很重要 而且可能會坐在那裡 一打它,流血就跌倒 因為從來聽別人自殺 即是跳樓 大家千萬不要做這麼愚蠢的行為 但有些人會怎樣 會脫掉一雙鞋子 是… 像一個儀式 對… 我沒聽過人脫掉衣服來跳樓 或者跳海,真的很少 所以我覺得意外的機會比較快 即是…總結一下 可能性就是… 可能… 例如他在作息的時候 上面有水石掉下去 現在只是假設,撞中了頭 即是重傷 令他失足一直掉下去 然後被海浪衝擊 海浪衝擊有可能充滿身上所有的衣物 小的衣物一定會衝出去… 膚和那種真的很好 但如果是這樣說的話 他在藏身地點的軟戰月跡 就能解釋到 如果在那裡受傷是第一現場 但在驗屍報告的身上 有否其他傷痕 有否顯示其他曾經受過自殘的傾向 其實當時驗屍報告需要用DNA鑑定 才發現那位是他 但其實因為他經歷了一整天 在海浪上 所以… 傷痕也很正常 你給藍石鑑定 對,很正常 現在又說 有一道傷痕 尚惡以上的頭顱有一半 沒錯,但究竟是他自殺跳下去 撞到石頭形成 還是上面的石頭掉下來 令他有這麼大的受傷 真的很難說 我想補充一下 一直說會否是父母知道 不知、知情、保護兒子 不過我好像幾個月前的 空置在床屍案 其實也有相同的情節 就是兇手一直說 我和父母三年都沒有聯絡過 但有很多蛛絲馬跡 發現好像不是 為何他無限量供錢金應 對,為何他有十多萬 家裡有十多萬 有很多疑鬥 但我覺得始終作為父母 當然你包庇的兒子是不對的 但自己的兒子犯了這麼離天大禍 你到那一刻 其實你都於心不忍 把他送給官門 始終我很了解他們的心情 剛才我們進行了一些猜測 我們估計究竟是自殺或意外 我知道警方曾經找過你協助 期間在調查過程中 你也有份讚寫死因報告 其實你的判斷是怎樣的 通常在山石道有意外 警方都會找我寫死因調查 尤其是他是學生 他一定知道他先辭如何 受過甚麼訓練 為何可以做到這件事 寫了這部分 剛才跟你們說的一件事 我為何不合格他,他為何拍攝 然後說他上課時的情況 但你說有否看驗屍 這次的一種就沒有驗屍 好像他剛才說掉下去 可能被石清得流血、撞痠 所以我沒有看過屍體 但可以很肯定一件事 譬如我們綜合眾多種報道 以及分析的照片等等 藏身地點在懸崖中間的位置 那裡也有20米以上 40米 還40米 40米 亦有人拍到他在懸崖頂上看海樂 看景色 意味著他差不多 每天都會上上下下的位置 是 因為他真的穿著安全帶 即是一定會上下的 即是戰施安全帶 對於體能的負荷不是很大嗎 很辛苦而已 會很辛苦,但他這麼年輕 當時他膽大得不得理 當時甚麼都無求 他下的位置很快 剛才我們看到你下的影片 很快的 很快 只要10秒內下去了 那不行 20秒吧… 上去吧 上去要20分鐘 要慢慢推上去,挺辛苦的 逐步…自己的安全帶 不是欠缺我,你用方法教過他 傻子 用普適結地推進去 完全安全,防止自己 一定會掉下去 是 你可以在這裡休息,推上去很辛苦 你想想,每天來來回回 我當你每天一次吧 每一次都是死亡之旅 Komi Sir,你這麼有經驗 當然你會覺得很安全 但你也很驚訝他為何會做到 因為他的程度還未到達到 但他每天這樣做,或隔幾天這樣做 其實每一次對於他來說 都是在生命,對嗎 我以為他上去一、兩次 因為他打那麼多東西 上去一次、兩次 那次應該被人拍到照片 是 否則他不會上去 但一點也不舒服 是 但又有危險 推上去時,石頭會打到他 而且拉得緊,就是那條繩 被石頭很尖,斷尿繩 上次飛過去 原來如此 這個案件… 現在看,整件事非常唏噓 對,初戀的悲哥 對嗎 他們本來兩人很開心,對嗎 兩人很無差 但最後因為別人要離開 你完全無法接受 可以反映這個人 其實他的佔欲真的很強 還有好性心真的很重 對嗎 亦是一時棄用事 鑄成一個大錯 他走過一條不歸的路 前女友阿玲,亦試過境遷 身心受挫之外 最後也很難找到他的消息 亦希望他重過新生活 但可以肯定的是 他之後申請了調遷 因為可能在這個單位 也有太多陰影 我想你每晚都會發暗夢 是否有人會進來襲擊我 所以最後成功了 他也搬離了這個地方 跟他的家人 我想一連兩集 我們談及蜘蛛情魔 進入屋商人 然後疑似自殺 不知道,到屍體發現 這麼離奇的案件,到此為止 很感謝梁店鵬和康米Sir 兩集都跟我們分析 給我們這麼多專業的意見 謝謝